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3月6号星期二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人大政协两会 一些人物的动向和一些情节值得关注 王岐山传言中他要出任国家副主席 那么他所做的座次在人大常委会开幕的时候 所做的座位已经基本坐实了这一点 他的座位是排在政治局常委之后 其他政治局委员之前 也就是他未来的地位 如果低的话就是跟政治局委员齐平 如果高的话就是跟政治局常委齐平 还传言说他会列席政治局常委会 成为所谓边外的第八常委 那么他的座次显示了这一点 那么看来他在两会之后出任国家副主席 可以说已成定局 那么还有两个动向就是军委副主席 第一军委副主席 国家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他出席会议 当王岐山经过他的座位边的时候 范长龙突然起立 向王岐山行军礼 王岐山这是满面笑容 跟他握手 这个绝不是开玩笑 这个范长龙行军礼 这个有为可以说三项为贵 第一个违规是王岐山不是军人 范长龙是军人 你向非军人行军礼 这个奇怪 第二个范长龙现在还是国家军委副主席地位很高 而王岐山目前还是普通党员 没有任何工资 一个上级向下级行军礼 这个也是有为常规 再一个范长龙跟王岐山也没有共事 或者是同处一个单位这么一个情况 比如说是同署某个同性质的单位 也不是 所以这现象非常奇怪 你说范长龙怎么不像普通人行军礼 不像普通的人大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军礼 或者为什么他不像这些辛辛苦苦的 执政五毛钱的五毛党行军礼 他要像王岐山普通党员行军礼 反映了范长龙内心的畏惧和表面上的讨好 这个其实很有深意 另外一个情节就是 即将卸任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 在表面上交棒给即将接任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之后 栗战书开始主持会议前 把张德江礼送出会场 陪他走出会场 这个在中共的党内会议上还比较罕见 还没有出现过 这个形式上看来是选美国 因为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宣誓之后 他要把卸任的总统李宋在国会台阶上 要么李宋卸任总统上汽车 要么李宋他上直升飞机 就像川普李宋奥巴马总统离开一样 看到奥巴马乘直升飞机离开 一直目送到直升飞机消失 川普一行才回去 所以这是一个礼节 在中共还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礼节 其实这个礼节和范长龙 范长龙和王岐山之间的互动 以及栗战书和张德江之间的互动 反映了一件事情 可能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秘密 这就是这一次人大政协两会要修宪 要延长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 取消他们的任期限制 以造成习近平长期执政或者是终身执政 这么一个情况是怎么来的 这极有可能是中共上层达成了一场政治交易 这个政治交易首先是从王岐山这个人来 王岐山在去年十九大之前 中共的上层 其他派系和政治老人联合出手 阻止王岐山打破七上八下的潜规则 不让他在六十九岁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 那当时习近平是遭了一定的挫折 再加上海外爆料的压力 但是后来第二步是习近平提出 要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 好像是个虚子 那么上层的其他派系和政治老人 或许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个条件 如果王岐山要出任这么一个职务的话 那么这个高层反腐必须停止 就针对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级别的反腐 要停止 选择于反腐 到了第三步 我想习近平跟王岐山商量之后 就拿了一个对应的策略出来 就是说可以停止高层反腐 但有个条件 就是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就是默认习近平长期执政 甚至于终身执政 那就说明习王一方跟中共上层的其他派系 包括江派 团派等以及政治老人 关键的一些政治老人 讨价还价之后 双方达成一个交易 一个政治交易 一个妥协 一个利益交换 那就是一方换取的是权力 长期执政的长期掌握的权力 另一方换取的是家族腐败和既得利益不受追究 到此为止 高层反腐到此为止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修宪 现在习近平延任 尤其是国家主席 国家副主席是顺便达上来沾了一个光 是王岐山顺便沾了一个光 根据王岐山的年龄 他可能长期当也可以不长期当 但是习近平是注定长期掌权 甚至于终身掌权 因为这样一个情况的出现 对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中共来说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出现了这么一个政治倒退 你说按照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成的解释 说因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 国家主席取消主席限制 是为了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和一致 但是你完全可以反过来做 就把这个总书记的和军委主席的任期也规定为两届 不得超过两届不是就统一了吗 但是不是正向统一 往前的统一而是反向统一 而且在过去的一些年头里 从赵紫阳时代开始 基本上潜规则就是总书记军委主席 这个任期也不得超过两届 所以改革开放40年居然能够出现政治上的倒退 这只能说是极可能就是上层的一场利益交换 但这个利益交换是以牺牲中下层的中共官员为代价 而且是以牺牲9000万中共党员的利益为代价 当然更直接的是牺牲了13亿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因为对中华民主来讲13亿人民来讲 他们期待的或者是潜意识的 是中国向前走 进一步的走向民主和法治 政治文明程度提高 而不是向后退 那么他们的利益被牺牲了 而对中共这个大党 9000万的大党来说 应该说他们在过去的40年 感觉到这个任期制反而稳定了这个执政党的地位 对执政党是有利的 稳定证据有利 但是突然要取消任期制 回到一个毛时代那种 这个艺人专政或者艺人军临天下的局面 那么对这个党投下了一个巨大的位置数 将来这个党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受到了强烈的质疑挑战 而对中共的中下级官员来说 他们没有参与利益交换 那么他们从中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因此不解 当然上层进行利益交换之后 达成政治交易之后 中下层并不知情 这就是可以倒过来解释 为什么这次关于修宪 中共关于修宪的21条提议 没有以二中全会的公报出现 就1月份 1月49日结束的二中全会 也没有以三中全会的公报出现 就是在两会前紧急召开的三中全会 而是在二中全会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形成一个文件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后来三中全会紧急召开前 突然提前一天提前24小时紧急发布提议 实际上就是上层应来 中共上层达成这个交易之后就应来 这个霸王硬上工 劫持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强行的通过这个提议 然后让中央委员会三中全会来主意表态 人人表态 人人过关 甚至被变相软禁在北京 直到两会结束 所以这个解释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两会上这些高层的领导都纷纷的表示 好像是支持或者赞同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修宪的提议 那么回到刚才这三个人的动向 范长龙极有可能因为这一次的修宪 而软着陆而逃过一劫 范长龙作为军委副主席 他肯定受巨大的贪腐 而且他是郭伯雄的人 他不可能不贪腐 不然的话怎么去孝敬郭伯雄 而且军中这些上将抓一个都是巨大的贪腐 说范长龙有可能安全着陆 获益于这一次的政治交易 所以范长龙就做出了这么一副表现 突然见到王岐山之后 毕恭毕敬的行起了军礼 一个将军像一个非军人普通党员 还没有公子的王岐山行军礼 反映了他内心的虚弱 还有一个表面上的讨好 而且张德江这次讲话非常高调 说要把党的主张变成法律 直接的要求人大 他开党组会 要把党的主张变成法律 要把党的定的人选变成国家领导人 赤裸裸的宣称人大政协就是橡皮图章 作为一个委员长 宣称人大是橡皮图章 这么赤裸裸的语言 可怕在历史上还是首次 而张德江在走的时候受到了礼遇 就是栗战书陪同他走出会场 这一幕显示 张德江 张高丽 刘云山这些推休后的政治局常委 不会受到追究 他们的贪腐 他们家族的贪腐不会受到追究 这就不同于18大之后 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受到了贪腐的追究 范长龙也不同于当时的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 在卸任之后受到了贪腐的追究 选择性反腐 也就是说高层的反腐 瞄准高层的反腐 选择性反腐 围绕权力斗争的反腐 可能到此结束 以后的反腐 习近平 王岐山等人的反腐 加赵乐际 这个反腐基本上会转向中下层 在基层搞的是扫黑 除恶 在中层继续抓什么省部级的这些官员 因为跟他们没有什么好交易的 他们是中下级 也可以解释到现在为止 没有中下级的 还没有中下级的官员跟进来表态 而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都没有形成公报和决议 关于修宪 所以极可能是上层进行了这么一个交换 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 而且是比较大 当然两会和政协还在开 还有更多的人会出来表态 拥护劝劲 但是我要说的是 由于这是一场交易 这是一场利益交换 可以说是肮脏的利益交换 既不是处于国家利益 也甚至不是处于中共党的利益 更不是处于中华民主的利益 留下的后患可以说是无穷 留下的后患是霸王硬上宫修宪之后 如果习近平长期执政和以至于可能终身制的话 那么形成的后果是什么呢 对世界不利 对中华民族不利 对中共这个党本身不利 而且最后对习近平本人也不利 怎么解释呢 对这个世界来说 习近平如果长期执政或者是终身制的话 他必然对外表示出一副强势强硬姿态 显示他是政治强人 就是凝聚了国内的各派权力共识的强人 他必然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 那么有可能是继续保持一个对外扩张的态势 那么中美对抗将进一步加剧 中共跟文明世界的对抗也将进一步升级 而且中共跟周边国家的关系显然会持续的处于对立状态 利用朝鲜搞事的机会大增 所以这对整个世界不利 那么说的轻一点是冷战 说的重一点是区域冲突甚至世界大战 比如说习近平有可能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去攻打台湾 那么这有可能引发中美战争甚至于世界大战 第二个为什么对中华民族不利呢 中华民族经历了毛泽东的独裁 一人独裁那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千百万人头落地 而且数千万人饿死 国民经济崩溃 大部分文物被毁灭 经历了那么大的浩劫和悲剧之后 好不容易换来了一点喘息之机 就是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这个时代相对宽松 而有一个中国领导层的任期制给中国人 尤其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小资这个阶层 一个阶层少了数千万多了几亿 给他们一个希望 他们觉得中国可能可以向前走 进一步的实现民主和法治 但是中共的取消政气质政治上倒退 回到一言谈 一人执政 给他们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幻灭 所以才出现了中共的修宪题 一出来移民搜索暴增150倍 中裁阶级 知识分子 小资阶层 纷纷争相移民 而那些移民公司 这些移民中间大做生意 到处打电话 发信件 发email 所提供移民服务 可以看到中国有句话叫惹不起 躲得起 这些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不见得能够起而造反和抵抗 反抗 但是他们可以逃跑 逃亡 躲起来 躲避 说惹不起 躲得起 再看就是对中共党为什么不利 其实中共党现在可以看出来了 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 邓小平他们采取了所谓经济上给人民松绑 然后党内实行所谓集体领导 任期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这个党跟中国人民尖锐的对立和矛盾 六四屠杀是一次升级 任期制使中共共产党取得一定的平衡 内部权力的平衡 以及权力交接的给他们一个新鲜感 或者说给几代中共内部的官员一个奋斗的希望 因为一朝天子一朝城 那么一换班子就很多 有的人退休 有的人上来 那他形成一个血液循环 但这个进程在习近平这里中断了 那意味着将来的政治格局 习近平和他的人马 比如说副主席王岐山 还有其他一些亲行人马 有可能是长期执政 可以说在共产党内部 引起了一种失落的情绪 绝望的情绪 尤其在中下层 对八千九百万 将近九千万大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而且这个党所面临的风险急剧增加 因为受到了民众普遍的反感 在最后对习近平本人并不利 习近平现在虽然是大权 以为赢得了大权 但是他是一个利益交换的结果 政治利益结果 他并没有毛那种毛泽东那种威望 也没有邓小平那种威望 只执政了五年通过选择性反腐 你怎么可能集中了大权 甚至废除 甚至又回到 废除领导人任期质 又回到领导人长期执政 或者终身执政的情况 那只能解释为 选择性反腐 打击了党内政敌 最后双方达成交易 高层的选择性反腐停止 不能再追究政治老人 比如说江泽民 胡锦涛这些家族 不再受到追究 另外一点就是 退休的政治局常委 不受到追究 得了保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像张德江就起劲的鼓吹这个好 然后范长龙也积极的行军礼 觉得自己平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交易虽然达成了 习近平掌握了权力 但是这毕竟是个交易 这个口服心不服 全党不服 中下层不服 上层也未必服 其他派系和政治老人未必心服 因为这是一个交易 是被逼的迫不得已的这么一个结果 被逼的一个选择 没有其他选项 所以习近平接下来会是什么呢 当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的时候 他有巨大的权力 但是他可以说 从理论上来讲 他可以不负责任 因为既然是长期执政和终身之 对和错都是他的了 对 你只能赞扬 错了 你不能说什么 不能批评 一批评就是妄议中央犯伤 那有可能被下狱 被制裁 也就是习近平有可能重复毛泽东式晚年的错误 那么权力是春药 权力可以让人腐败 甚至绝对的腐败 那么大到政治腐败 就是有可能出现懒政 堕政 待政 在执政一两件之后 体力精力不济 但是还要贪恋权力 但是这个是懒政 堕政 待政会出现 另外生活上会不会腐化堕落 这些都有可能出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最后习近平将引起的事 有可能引发一场灾难 这个灾难已经出现了 过去五年 习近平反腐 选择性反腐 得到一定的民心 虽然是为了权力斗争 但是人们对国家级的政治局常委级别的 军委负罪级别的这些贪官被拿下来 还是排手成宽 另外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小资 这些阶层有一种寄托 觉得你集中手中权力的之后 有可能会推动政治改革更为方便 现在看到你是政治上大幅后退 那就让他们大肆说 说这种敌意已经可以说是四面的蛮身 党内党外产生了敌死敌意 国内外产生了敌死 习近平虽然得到了权力 但是得到了潜在的敌死和敌意 可以说过去五年得到了拥戴 得到了由衷的赞赏 不太可能出现了 人们充满了怨恨 而这种怨恨有可能像野草原的蛮身 到了一定时候一个临界点 五年还是十年有可能会爆发 就是说中国古人说 莫道斯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当时蒙古人统治那么的铁血 禁刀具跟习近平像这样禁刀具 最后月饼传信全国反 蒙古人的统治还是被推翻了 今天习近平采取的措施 不亚于当初蒙古人对汉族人的统治 又是禁刀 又是封锁互联网 又是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 甚至是对网上的议论都要开始抓捕 轻则拘留 重则判刑 而且强调什么党的领导全覆盖 党的领导全覆盖 好像共产党没有全覆盖似的 共产党已经深入了中国的各个细胞 什么军队 学校 工厂 到处是共产党组织 现在习近平也把共产党扩大了外资企业 扩大了民营企业 扩大了所有的基层 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事集起来都是反感 敌意和敌视 最终习近平会下不了台 他迟早会通出一个大楼子 他今天的大权摘握 废除领导人任其职 而重新开启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 已经可以说为中国的另一次的动乱 甚至暴动 甚至起义埋下了复笔 如果将来五年或者十年或者更长时间发生这件事情的话 他的复笔在现在就已经埋下来了 2018年这两会修宪就已经埋下来了 那再回头说这一场交易既然对各方都不利 为什么实现 为什么就会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现在退休老人也不管了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他们因为家族利益都能保障 卸任的政治局常委 军委副主席这些级别也不管了 因为现在他们不会受到追究了 心安了 在任的人也都觉得当朝的人握紧了权力了 不仅是习近平握紧了权力 而且我说王岐山也沾了油光 因为同时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不仅是习近平想当一个毛泽东 恐怕连王岐山也想当一个周恩来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未见的就能追上毛泽东和周恩来 那样的威望 那样的一言九鼎 但是这个姿态是摆出来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会势必强行闯关 两会究竟是有多少的别人 如果说百分之百的通过 如果人大百分之百的通过修宪 那我想习近平会是一个极端的尴尬 因为就很像金正恩和萨达姆在国内搞的了 金正恩是百分之百的通过任何的决议 他的指示 他的官嫌 百分之百的通过 那么萨达姆是百分之九十八 九十九的通过 如果你习近平追求一个百分之百的通过 那么就有可能被讥讽为金正恩 这不光是元二 有可能是金二 或者是沙二 萨达姆子二 这都有可能 如果你说允许一定比例的反对 那么多大的比例呢 这也很头疼 这个比例出现多大 不让自己尴尬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但是两会强行闯关是肯定的 如果是中共的上层各排系 上层有根政治老人的关键的政治老人 这次人大参议会委员长王成也说了一句话 说过修宪取消国家主义副主席的任期 也征求了部分老同志的意见 这个老同志让政治老人退休政治老人 争取了部分哪些是部分 我想恐怕是跟利益有关的 跟贪腐有关的 家族巨大贪腐有关 比如江泽民家族有贪腐 包持中国的电信 李鹏家族有贪腐 包持中国的电力 而胡锦涛家族也有贪腐 他的儿子胡汉锋以前是清华卫视公司的总裁 2008年奥运会之前把中国的机场扫门女项目全包 而且赤奈米比亚的合同回扣也形成了国际丑闻 所以家族腐败是存在的 温家宝就更不用说了 几十亿美金的资产到现在说不清楚 所以凡是跟这些有关的 我想达成了交易的时候这些政治老人恐怕都要同意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观察 一个观察点就是范长龙 范长龙卸任之后 他会不会受到追究 是平安着陆 还是受到查处 甚至法办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似水针 可以是一个检验器 是一个检验针 因为如果他受到了追究 他作为军委副主席 跟以前的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和徐才厚一样受到了追究 可以说高层的攻守头目有可能不存在 但是如果范长龙真的是平安着地 安详晚年 那可以反过来证实中共高层可能的政治交易 政治算盘利益交换存在 因为我说了 习近平执政五年没有毛 没有那种威望 为什么可以达成这样一件大倒退的事情 必然里面有猫腻 重大的猫腻之一 就可能是中共商城阁派系 政治老人等等 达成那种交换 一方希望一方得到长期执政 和永久执政的这么一个权利 另一方 政治老人和退休的政治局常委级别的这些人 得到一个保障 他们不再在经济利益上受到追究 他们的既得利益得到保障 这就是目前所显示的态势 两会开到现在也给大家讲一个段子 两会期间有一个人大代表跑去就医 直奔301医院 因为他们有这个特权 他跟医生讲 直奔精神科 所以我感觉我得了精神分裂症 医生问他为什么 他说 我想的是一套 说的是一套 但做的又是一套 我感觉我得了精神分裂症 医生就安慰他说 你的职业是什么 他说是人大代表 医生就放松了一下说 你不要担心 所以据我所知 人大政协这些代表 尤其这一届的病很流行 是普遍的 是流行病 但是你能够说出来 你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说明你的病症还是比较轻微的 跟其他意识不到的人相比 还是容易治疗的 他说 我给你开个处方吧 这个处方就是你学一学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到境外开一个推特 脸书或者油管去开个账号去发言 甚至你可以用英文发言 甚至你可以用笔名去发言 不用你的真名 为什么 你这样一来 虽然你是两种人格 分裂人格 但是你可以有两个世界 当你翻墙到了境外去发言的时候 你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 也会看到真实的信息 但是当你不翻墙 看到境内的信息在境内发言 在人民大会上开会的时候 你是另外一个世界 你既然是双重人格 那么你就用两个世界来安排自己 这样的话 你的精神世界就是一个平衡 就是一个和谐 你看人家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这个党和政府是封锁互联网 封锁美国的推特 不准美国的推特在中国被网民看见 或者是登录或者是注册 但是你看 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编带头为归为己 而且他有这个特权 他能够去申请 而且他进外去发言 还用英语发言 你比他做的更妙一点 你不仅用英语发言 干脆用笔名发言 这样的话 你两种人格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就平衡了 人大代委一听 一拍大腿说 这个办法好 我接着照办 我得翻墙 我得去申请一些外国的账号 我得想办法用一点英语表达一下自己 你要去看点真的信息 我想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因为我现在太痛苦了 想的是一套 说的是另一套 做的又是另一套 不统一 如果这个医生的建议也非常好 这个医生说 是 俗话说 心病还要新药制 这是给你开了一个新药 新药处方 这个人大代表高高兴兴的就走了 好 我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